大家好,我是搞怪天尊神天天,你害怕吗?人家说,平时不做亏心事,夜半敲门也不惊。 今天晚上我只是要尝试在,有些人好像在白天,呃,有很多人潮不过, 不喜欢拍摄,可以选择到了夜间,啊,周末寂静的时候啊,进行拍摄。 现在还是疫情期间,不管是附近有人没有人,还是我们先戴上口罩,然后我们再继续聊。 OK,我们来讨论一下,还是同样的,就是说如果你想拍视频的话,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市场嘛,所以也不用去在乎,这个网红啊,很红啊,他有什么支持者啊。 他做的东西有多优秀啊,就是做回自己好像,然后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,或者是在媒体人。 我们要记得初心,好像当初那份热忱,而且我,我的节目基本上都是,就是讲心嘛。 因为这个,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那些视频就是,要做的尽善尽美啊,而且又有很多的花费。 但是我就是想证明说,其实我们只要听着自己的热忱,自己简简简简简单单,你可以做自己的视频。 不要去在乎,其他人的看法。 而且我所做的,视频大多数都是,零制作费的,就是说,单单用一个手机,也不用去租场地。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,也是可以玩。看我手机要没有电了。 可以,我们就,下次再聊啦。 好了。